毛泽东晚年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与美日两国建立邦交 是中国在冷战时期的重要外交策略 这一政策转变不仅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 还涉及到中国当时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社会的巨大挑战 以下将从多个层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详细分析 1.意识形态的分歧 1.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一直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认为这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然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被毛泽东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 他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倾向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思想 否认了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这种对基本理论的分歧使得毛泽东与苏联关系越来越紧张 2.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毛泽东晚年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即使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他也强调中国应当走自己的道路 这种思想使得他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产生了更强烈的反感 在他看来 苏联的做法削弱了全球革命力量 导致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这与中国的根本利益相悖 2.国际战略考量 1.冷战格局下的战略选择 在冷战时期 2.国际社会被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 毛泽东深知 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国际环境决定了其在冷战中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选择与美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 以此来打破苏联的包围和孤立 2.利用大国关系 通过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 毛泽东希望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 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需要找到新的盟友 而中国正好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通过与美国的接触 毛泽东试图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国际话语权 3.对苏联的制衡 在与美日建立关系的过程中 毛泽东也充分意识到 苏联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 在与美国的情况极具恶化 面临严重的生产力下降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问题 毛泽东意识到 单靠国内的资源和力量难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发展 因此 他需要寻求外部的经济支持 2.引入外资与技术 与美日建立邦交可以为中国引入外资和先进技术 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毛泽东希望通过与美国的接触 获取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 以帮助中国尽快恢复经济并提高生产力 3.促进经济交流 通过与日本的关系 毛泽东也希望借鉴其经济发展模式 日本在战后迅速崛起 成为亚洲经济强国 其成功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与日本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 也包括文化和技术的相互借鉴 4.国内政治因素 1.巩固领导地位 毛泽东晚年面临来自党内的不同声音和反对力量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 社会动荡 经济困难使得他需要通过外交手段 来重新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与美日建立关系 可以使他在国内外都获得一定的支持 增强自己的政治权威 2.推动国内改革 通过与西方国家的交往 毛泽东期待为国内的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他的外交政策不仅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 也是对内部改革诉求的回应 在与美日建立邦交的过程中 毛泽东试图为国内的改革创造条件 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3.减少内部批评 与美日的友好关系有助于减轻国内对其政策的批评 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人民对生活水平的期待不断提高 通过展示与西方的良好关系 毛泽东希望能够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降低社会不满情绪 5.历史与文化的考量 1.中美关系的历史背景 中国与美国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关系 在抗日战争期间 两国曾是盟友 毛泽东希望通过恢复与美国的关系 重建两国间的信任与合作 与其对抗 不如寻求合作 以推动中国的发展 2.与日本的历史责任 对日本的态度同样复杂 尽管历史上有战争的创伤 但毛泽东意识到 作为邻国 日本在经济上的发展潜力巨大 与日本的交往 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毛泽东试图通过与日本的友好关系 推动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 创造一种新的合作氛围 6.总结 毛泽东晚年反对苏联修正主义 并与美日建立邦交的政策 不仅是对国际局势的敏锐把握 也是对国内经济压力和政治挑战的积极回应 这一政策反映了 他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为中国的发展 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同时也是他对意识形态坚持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妥协 毛泽东的外交策略显示了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灵活调整的能力 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艰难尝试 这一政策的实施 使中国在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打开对外关系 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